这博物馆倒是不错 但是好像是收费的 我在里面呢 转了一转 看看好像收费 我就出来了 补充一句 里面有一个卫生间不错 然后呢 我一推门进去之后 发现呢 那个卫生间里面 还有卫生间 就是每一个小卫生间 需要投币 五块钱人民币一次 尿一次尿 或者大好都是五块钱 然后后来有一个哥们儿 进来了 他瞅了眼投五块钱 立刻就出去了 太贵了 生存所的花钱 我觉得 就是瑞典这个国家 给我最大的一个 感觉到神奇的地方 要于什么呢 他这个国家 是个高福利的国家 作为一个高福利的国家呢 那你的一些公共设施 应该是非常好的 好比说是公共卫生间 这是必须有的呀 但是我走到这么多地方 我没有看到公共的卫生间 垃圾桶倒是不少 卫生间太少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 它的这个服务业呀 不是很发达 不像是那个 一些布拉格 或者那些地方 你总能看到一些餐馆 在这个地方啊 餐馆很少 然后这个什么 麦当劳这类的东西也很少 然后操事就更少了 基本上看不到